我們跟別人口水 剛才我那個分析就很明確的 大家 我們不是說什麼的 我們一定是有理據 不是說跟別人去講 我們先解釋了後面的理據 是吧 下一幅圖就是冬鐵在哪個源頭 其實冬鐵的源頭本身就是在我們紅磡的摺沙墜 這個就是我們平時來講 冬鐵未通九龍之前 其實我們是塞車要過這個海底隧道的 剛才我們去的隧道 好 那如果我們5月15號通車之後 在紅磡直接就乘火車 5至7分鐘其實就已經去到金鐘 先去到匯子中心 接著去到金鐘的了 那匯子就看到了 也都是這樣講 很開心來講 我們去冬鐵再去北面來講 我們冬鐵就會在紅磡這邊 就會是一個叫做西鐵的交換 和一個是冬鐵的轉口署 所以我們公司坐落這個紅磡來講 其實是慣常的了 不過現在我們通了一段 就是上去港島區 現在我們就是去到旺角 九龍塘 去到大圍 大圍就是轉車的 轉車是轉兩條 一條叫做沙中線 一條就是去到屯馬線 就去到馬鞍山那邊 是吧 大圍這裏一路下去 大圍這裏下去 沿著這個東西 就我們見到一個海灣 海灣來講 就是我們這裏 就是吐露港的 沿途來講 又這個是沙田 火炭 大學 白石角 這個位置你見到 從火炭開始 去到大學 白石角這裏 發覺原來這裏是我們以前做中港貿易 大部分豪宅區的地方 有鎮景園 有這個是雨龍山 還有就是這個是九套山 還有白石角 半山的舊的大埔道 大埔公路上面有半山很多錄恩山莊 這個是最豪天下 所有那些低密度的豪宅 都在這個伊山環建圍繞著 這個是我們叫做白石角上面的半山的 中文大學那個叫做半山的 那現在碎身營的 白營屋苑的住宅發展 就是圍繞著現在我們的創科的基地 傳統的創科基地 就是這個叫做科學園 那科學園來講 就是在我們的下面 就見到一是科學園 John 是吧 見到我們的 即是藍色那個一就是科學園 是的藍色 照片也是科學園 是的 照片也是科學園來的 我們見到來講 這裏是不是看到 如果我們物業來講 我們很多時候 我們有什麼元素 甚至影響我們的價值 最重要是去坐落的位置 location 和它坐落的環境設施 和交通便利 而在這個位置裏面 為什麼科學園會找一個這麼漂亮的地方 因為我們是創科 搞創科的人士 好像我們南區有個叫做什麼 南區有個那個叫做是 那個叫做科學園 那個叫做南區 所以 而我們這裏科學園 科學園來講是白石角 白石角就是科學園 也都是很多的專才 也都在那裏 因為要找全世界的專才 這裏說 第一時間你要近一個大學 就是研究基地 另外來講 你也都是招臨全世界的聰明人 一個好的環境 這些聰明才會來的 所以永遠都是 最靚的環境 就造就了最靚的地段 所以來講 在這個地段上面 所有建的物業 都有它那個獨特的價值 John 是吧 我們看回來講 剛才我們講了 最優質的物業 香港來講是無他的 其實給國內朋友 為什麼他這麼喜歡香港置業呢 John 你知道嗎 為什麼 逃稅 走資 你真的這麼表面看這件事 國內 因為香港本身是一個金融中心 就對接一個我們叫外匯無本制的 也都是在講 就是全世界資金都會派來香港 特別很多的美資 歐資 其實都派來香港 準備其實入國內 香港就做了一個叫中轉的地方 領治到很多的商業活動存在 另外來講 有一件事就是國內 國內你見到地大很脈絡 中國很大 十三億人口 十四億人口 中國裏面 其實沿海城市 你見到那個邊皮都不是多的 大部分都是住在內陸的 而香港來講 其實是對接在南邊的海岸線非常之大 所以也都是造就了我們最優質的物業 就是在沿河 就是我們叫對海的地方的物業 就是最優質的 我們傳統的優質物業在哪裡呢 南區 最美的豪宅 赤柱 中坎國 這樣就去南區 我們見到就是有海的地方 所以很多朋友 其實就算是優質本地的父母 或者是國內來香港投資的朋友 他們都會選擇一些叫風景優美 他們自己那裏看的才會買的 所以造就了天價很多時候 南區的海景 有海的地方 我們看一下有哪些地方 我們香港有海景 現在我們看一下會有一幅圖 這個就是南區的海景 南區 南區的海景 南區的海景 看著日落看著怎麼樣呢 正前方和這個西西地 這個東南邊 西面來講就是看到日落 南邊來講欣賞了最美的醉人的海景 這個就是大葉屋苑 這個是海洋半島 就是這個 這個海洋半島 你看到很美的 你看到夏拉夫圖 這個是傳統 這個28年劉曆的海洋半島 所以你看到醉人美景和大葉屋苑是很保值的 這裏來講其實它的樓價來講 其實和剛才我們的北部都匯區 現在開的樓盤的新盤 其實差不多價錢 它都是賣1,800,000 現在賣北部都匯區 或者賣沙田的都賣2,000,000 是吧 所以來說如果我們說有能力 就是好地方 有質的 我們買地段的 我們買地段的 有時候以前我覺得路很遠的 就是我覺得入到香港仔裏面 左轉右轉才絕對可以搬到 但是現在 即是 現在不同了 我計個數字 就算在apps裏面 大家可以看看手機apps 即是地鐵那個apps 又可以搬到 去到大埔 大約是30多分鐘 如果去到羅湖 大約是40幾50分鐘之內的 因為已經去一條鐵路 已經接通了 由鴨泥酒樓至金鐘 金鐘就直接通通這個東鐵路 是 那是一條直線 你看到上幾條直線 直接就應該去到 即是簡單就好 現在真是 是啊 所以方便的 這條東鐵接通了 已經接通到海而半島 港島南區裏面的優質物業 是吧 那你不介意樓齡是28年樓齡 但是位置 旁邊也有國際學校 旁邊也是同等級數 這麼優質的地段 這個我覺得 如果從投資角度來講 預估是可以考慮的 它便宜過沙田樓 絕對可以考慮 以前都是便宜的 沙田樓 最新的那個樓盤都成兩萬多元 即中洲那個樓盤 火炭都兩萬多元 而我們看到來講 剛才那個是28年樓盤 未過兩萬 未過兩萬 貴處南區 室用面積非常之高 超過大約去到 差不多九成以上的室用面積 剛才你看到的 即是舊樓人的室用面積很高 是的 很高的 現在我們看了 北部都會區 或者連接東鐵來講 有沒有相同的海景 有 這個 這個就是海景 這個吐露港海景 吐露港海景 吐露港海景的話 其實這個吐露港海景 全部就向東北的了 全部向東北的了 沒有向南的了 這個是什麼 這個 這個來講 這個整個吐露港 你看到我們的左手邊來講 下面是科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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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手邊是科學院 而我們的中間地方來講 是朗途 再過來講 這個是海一灣 再過來就是 這個是游龍灣再過就是天赴海灣的了 後面來講就是 我們見到其它的 其它的那些嘉禧 雲煤 現在最近有個新的樓盤 就是新鴻基的 就在這個吐露港公路的另外一邊 就是中大那個山邊的球場的 給大家看到這個海景 就欣賞一下這個吐露港 這個海景是向北的 也都在玄學上面都講說 我們九運到來 左南就望北下 就是望北下北水 又是玄學 左南 你怎麽當 望北 望北 所以信不信由你 那它的坐落是向東北的 它的坐落是向東北的 那你說會不會是 烏雞山是做什麽的 烏雞山那條支線 所以來講我們大部份的主流 都是東鐵的主流向這邊的 大家可以看到連東鐵原線的話 大圍其實有一條分支線 已經過了去烏雞山 烏雞山那邊來講 其實我們在海邊那邊 其實都有一些豪宅 都很望到海 但是相對來講 那種豪宅 那種聚居 或者那種人脈 就沒有這邊的配套那麽漂亮 沿著這個是大埔沙田大埔 一路下去就很漂亮的 整個金板 有一個蘇學園的金板 你看到下幅很漂亮 為什麽你這麽多樓盤在那裡 這麽多樓盤 這麽多樓盤 這麽多樓盤就是 這個是舊上來的 剛剛跟同期來講 幾個樓盤一層那麽建的 這麽是舊上來的 現在全部都入了火了 即是蓋好嗎 這張圖就沒有蓋好 後面是中文大學 大家看見到 即是山縫那個 圍著那裏 後面是中文大學 那麽你見到隔壁是科學園 那麽你見到有學府 即是科學園都還在蓋著那麽 科學園 因為那麽是新的業 是我們招呼一些 那些是擴充的 科學園擴充的 是那些科研人才那些宿舍 那麽所以來講 都提到水源水頭 各方面說我們投資來講 大哥我們都是在講 要順勢 和順回大環境 是吧 那麽說有能力的 其實來講造就了 真是的 有能力 怎麽都要上車 是吧 那麽去下一幅圖 那麽你見到 那麽墊墊 是指著下面 有個叫做新的樓盤 John 新的樓盤 現在剛剛大家電視機都看了 它直接英文名 整個都改了直谷山 就是這樣 Corn Hill 這個是新隆基的樓盤 亦都是講的是 剛剛公佈了它的 上那個銷售的那個單位的名單 這兩天就會公佈那個價單 是新鮮的 是新鮮的 這兩天還未開價單 大家都在電子傳媒 或者所有的報紙裏面 都是講的是 這個這樣的 就是瞭解那個氛圍 為止 這個 即是我們 預先透露 其實這個報紙裏面 已經登了 不是預先透露 那麽我們就是 就是有這樣的資料 給大家能夠最新鮮的 我們做茶餘飯 希望都給大家一些 新的思維 新的訊息 新的明白 現在的市況 那麽樣 那看起來 其實它有六座的 第一期有六座的 那六座來講 最小的單位就是 217呎 那麽就 我估計 在這個開價來講 它標價應該標2萬 但是如果折扣下來 應該大約是 1萬6、7 左右 1萬6、7 左右 因為小單位來講 價錢就會高些的 那你當是 心理大家的想法 就最具在這個位置裏面 那這裏位置 有這樣的優勢 有這樣的配套 還有這樣的 我們的地理位置 都要有保證的 因為有鐵路 有新樓 有新樓 有鐵路 那如果火炭 那邊來講 都做 叫價都叫2萬的話 這裏開價 大約是2萬左右 那你如果初期的時候 有些折扣優惠 大約是1萬7萬左右 那如果你說280呎的話 那你大約400至500萬 應該就不算了 400至500萬米最小的只有1 最小的只有很多人搶手的 那一般來講 大約800萬至1千萬之間 兩房三房 那我們為什麼會這樣講呢 因為整個北部都匯區 其實能夠有海的資源 是不多的 雖然或者你這個樓盤 是沒有海景的 但是整個區分裏面 有海景 你走出去有海景 看到一個優美的環境的話 其實來講是難得的 而相對來講 在這條東鐵和西鐵 都有不同的樓盤開始推緊的 有另一個叫做是拍龍的 這個是信火的 這個是西鐵的感上路 那我們要看看 整個東鐵那個機遇 和那個爆聲點 向哪個位置 我們先看看未來的規劃發展 看地區的規劃發展 當然了 我們看這些 就是這個 看未來的地區的規劃發展 你看到大概三個圈 三個圈來講 大家可以看到的 三個圈來講 其實我們一個 我們叫藍色的圈 那個圈是生態圈 以後我們講的是生態保育 和國內銜接 大家都是旅遊生態保育 不會有大的基建 即是你現在眼見漂亮的景象 都為此不變 你說大那個是誰 黃色還是藍色那個 藍色那個 藍色那個 已經是大陸 你看到那裏是白石角 即是下面那裏 即是有一部份是香港的 是鹹水湖 下面那裏 即是我們的西貢 又圈在西貢裏面 又有前海 又有鹽田港 又有大鵬灣 整個圈你見到了 東平洲兩這裏 圈住我們是套路港 見到這個位置 其實這個區分裏面 其實所有這個硬件的東西 都維持不變的 優美的山景全部不變 所以如果你說在這個地區裏面 造就了 為什麽豪宅秘斷會聚居於白石角 就是因為它你見到 唯一可以蓋樓的地方 就是在這個套路港那個灣裏面 阿倉 見不見到這個位置 見不到這個 即是這個位置 即是這個位置 是的 我可以zoom大 給一些朋友看到 剛剛那個套路港的位置 阿John把阿John zoom大一點 看看大家我們剛才所說 欣賞一下 我們整個 整個那個是 北部都會區連接大部的話 我們最優質的地段 在哪個位置呢 我們見到這山環建 還有也都不會 現在我們盡量可以給多些清晰的地方 清晰的位置 是的 大家和大家去分享一下 怎樣去看北部都會區 枝葉一定要看規劃 即是這個 這個你見到 這個就是大鵬灣印洲塘生態那個保育區 那你見到那個藍圈呢 那你見到全部這些點來講 其實都是不會變的 那我們剛剛見到我們的套路港 就站著那個藍邊的位置 就是在這個位置 它是站在沙田西貢的 那所以來講 你見到白色是平原 綠色是全部山脈來的 那所以唯有這個地方呢 才能夠造就到這個 這麼漂亮的地段 那整個北部都會區 但是你去到上水粉嶺 不要說見到海 見不到海 全部都是綠地來的 OK 這個OK了 我們就可以看到 剛才那個都會區 這個位置 這個我們見到 這個叫做深港交融 這個位置 是的 這個中間那個 這個是粉紅色的圈的話 就是上水粉嶺 將來就會講的是非常密集 就是我們叫市中心 這個會市中心 所以最近呢 就說行基開了一個職 就是說行基在這個股洞 股洞應該是哪個位置呢 股洞應該好像是在第二個位置 股洞是第二個位置 那行基申請的新職 最小的單位是什麼呢 是207呎 207呎的單位 就是一個車位 一個車位 一個車位多半 就是一個半車位 那什麼意思呢 其實來講呢 一個這麼小的職 人馬大約是三百多 四百萬之間 三百多萬之間 有一個廁所的 有有 三百多萬之間 造就了 人馬小嘛 John 給三四十萬 就可以上車 造就了一些 我們叫做 年輕人可以上車 是不是這麼說 如果你說每次都過千萬的 我首期都存不到 不是說自己九成 九成我都要給一百萬 但現在我九成 我現在借三十萬 就可以上車 那就造走了很多年輕人 可以上車自業 所以記住一件事 如果你是要租屋住的 你一定要上車 即是不要介意二百多呎 不要你介意利息好 不要介意什麼 小也好都是不準的 明顯你有了之後 你小換大 是的 因為你每個月的交租 你是交給房東裡面 其實是幫房東供樓 那為什麼不將租金給自己 而產生價值 而可以等於存錢呢 是吧 你租十年樓的 你什麼都沒有 但是你租十年 你如果供十年樓 好 這層樓就是你所有 將來的買交易都給你了 是吧 那你再過一點點了 我們正好再過這邊了 我們講完藍色 講完紅色的話 我們再講這個 這個什麼 這個黃色 這個黃色 黃色是什麼呢 黃色是對峙我們的後海灣 南山的 但是那邊來說 其實都是在講的 就是庫德山 和也都是有一些 那這邊是怎麼改的 這邊是深圳灣那邊 這邊是深圳灣 深圳灣大橋間對正 那條你見到 就是我們叫做115那裡 那裡是深圳灣大橋 那已經完成了大橋那裡 那這個區分來講 其實和前海南山 這邊來講是對折的 那這邊是對折香港的什麼呢 香港的江湖山莊 江湖山莊 那最近來講 也都在講的是 粉嶺的屯門 屯門那個地帶 屯門那個地帶 元朗那個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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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見到下面來講 也都是最近 有個西鐵錦上路的樓盤開的 剛剛 今天就應該就開售的了 今天就應該抽籤的了 那些朋友都今天好像說 4000票入了下去有8倍 8倍 就是抽用 就是抽用 8張票 8張票就選一個單位 拿一個單位 所以來講 其實來講 一手樓為什麼會這麼多人熱捧呢 其實都會有它的優勢 雖然它樓價就比二手樓貴 但是它本身來講 有很多我們叫配套 還有它的產品都是叫新的 那你住了十幾年 那你就會有折舊 要維修 很多東西要搞的 樓是要保養的 所以有時候來講 我們為什麼要活化那些物業 就是將那些年紀大 市中心那些我們先賣去 將那些錢 由年前三十年買意的時候 其實升了很多的了 那你再之後三十年 這個物業不會再升到很多倍的 那將那些物業活化去 在舊城區市中心的 將這個資產重組賣去 將在我們未來新發展的地區 好像是北部都匯區 或者是新的地方 未來會有很多人口聚集 那現在的樓價都是低的 隨著剛才我們所講的通脹 但是打贏通脹的話呢 那你就將你的資產 搬到那些新的地區 可能一開二二開四 就是買多 如果你是住宅這樣說 如果不是說 其實我們投資工商號 就應該走上北大灣區 其實都是將我們市中心 以前找的財富 累積的財富 將它移去一些適當的地方 一開二移開四 你要灑種子才會發芽 那你下一棵樹或者下一個收成 那你才會 我們叫做產生很多被動收入 就是現在教我們投資策略 就是人家說 我教你怎麼買股票 怎麼升呢 原來買樓都是有策略的 有策略的 要收割的 不收割就會倒的 那些樓 那些樓不收割就會倒的 然後就要責任的 就是買了上來 一買一買就不是這麼簡單的 還有一個延續就是 比如我買完之後 可以說舊的 舊了其實我還可以 舊的樓買一些新的樓 而新的樓可能價值的提升 才會更加好的地方去做 對 一個套囊的轉移 所以我們有時來講 為什麼呢 我們買樓的時候 很多時候會買一些 我們叫做新發展區域 或者新區的話 其實我們就不要買一些 吹出來的發展 買一些很實質的發展 見到它有基建的成熟 已經差不多落成了 或者已經是胎筒了 就快開通了才會買 如果不是的話 紙上談兵那些就不要買了 因為那些樓永遠都不會成功的 或者永遠都只有它自己去吹 我們見到香港未來的發展 我們看一下 北部都會區的 北環線東部 你看到其實是很實在的 大家可以看到 藍色地圓來講是北環線 接通了我們的新的連塘口岸 現在這個圈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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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圈� 所以我們看著它 整個成熟 我們這樣講 資產越擺越漂亮 當去到成熟就一定要收割 未去到成熟就拿著它 是不是這樣講 所以今天我們講的才有價值和意義 不是只說我們置業的人士有用 其實原來我們本身已經有物業的 有東西的 原來其實我們都可以在一個 可以做一個轉變 對於那些人來說 這些新的發展區域都是有意義的 所以我們看到其實我們很多朋友 經常叫我怎麼去優化我們的資產 怎麼去做 怎麼去賣一件東西 裝修一件東西 所有的東西其實都想去活化和增加它的現金流 和日後的退出的機制 會不會還有前景 沒有前景就先賣出去 對不對 就是沒得等的了 或者是升盡的 我們等一下有些會議會不會升盡的 或者是有沒有大型機件將會來 或者是未升盡 那未升盡 為什麼很多時候 那些朋友問我 為什麼疫水源你還拿著 都未升盡 還有得升 都未發展信 即是未收割 那個木瓜仔這麼小 將來的木瓜這麼大的 為什麼不給了 其實很多時候上車的機會是很難得的 還有有人告訴你那個地方 有時久性的 升不升得盡 跟你分析那個經濟情況 知道那個地方有沒有發展 才知道的 是啊 所以我們看到一般的用家的市場 可能香港本地的用家市場又有不同的思維去想法 你想有本地的 我們叫做是置業 或者我們叫做是有能力的人 想買一些優質的又有優質的選擇 國內的朋友來到香港 我們要選擇哪些又可以根據它的需求呢 選一些優質的東西 是啊 不要亂買 和我們聊聊天 大家互相交流一下 其實大家都即使講話 或者我們做直播 大家都可以 也都是認同的 點贊 分享 也都歡迎你直接的上我們 東海 上學中心會那裡交流 認同的點贊 分享 多謝支持 如果不是就有些什麼意見 直接跟我們 或者可以互相插測一下 會不會有些新的動力 而我們看回來講 而我們這條東鐵線 其實你看到 哇 新機真的是澎湃的 沿著你見到那些樓價由上水粉嶺 是沒有跌過 上年我已經是2020年的時候 和那些朋友仔看上水粉嶺 樓價已經是去到上水中心 粉嶺中心 粉嶺明都全部 都講的是500萬以上的了 全部都是15000至16000元 二手樓要 現在我們來講 即使居屋 公屋都上到10000元 即是在講 你說那種生命力很強 另外來講 我們看回另一條支線 就是西鐵 西鐵上蓋適合一個新的項目 就是錦上路 錦上路 大家可以看到 一有個地鐵的標誌 就升價十倍 信心的補償 即是那個人都說 有個地鐵就2萬 有個地鐵就多少錢 這個來講 你可以看到了 這個是錦上路 錦上路來講就是內陸的 白鄉那邊的 也都是這樣講 元朗白鄉 就在錦上路上 給到元朗之前 它都是地鐵圓線的上規項目 也都是開織都有些是300多尺 200多尺 300尺 但是這裏看起來好像 這裏看起來好像 因為這個特色是什麽呢 因為它沒有得賣了 沒有得賣海景 又沒有得賣其他東西 它就賣一個大的平台花園 這個平台花園 平台花園 平台花園是用了一個叫做知名的設計師 就是說我們看到很漂亮的 很悠閒的 但是最終都是賣那個交通方便 而它這個項目的那個積來講 都是一應我們的上車的一族 都是由兩百多尺 三百尺 去到四百多萬 五百萬 都有交易的 這個是也都是賣完一期 現在賣完第二期的了 也有很多朋友去 即是喜歡四單位 或者沒那麼多錢賣大樓 而你看看後面的波圖 這幅的位置是哪個位置 剛才那個位置圖 這個嗎 這個 不是那個位置圖 這個位置圖 這個位置圖 這個 阿John你下一點點就看不見了 下一點點 向下一點點 是的 這個位置是哪個位置 有些朋友可能沒有回答過 沒有回答西鐵的話 現在這個呢 都可以看到的 下面的 錄下面 目標在下面 就是幅圖上面 就是上面 就是上面 這個是前序的位置 是的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錦上路 錦上路 錦上路西鐵就接鋒 你看到大家一條 大家我們都很辛苦 阿John 都幫我們做了一個 叫做地鐵原線的發展圖 紫色的那條線就是 將來這條是北環線的 直接接鋒在鼓洞 鼓洞去上水的方向 箭嘴就是剛才說的 就是錦上路的 錦上路接通這條北環線 這樣 也都看了下 這個位置 我又去參觀了 鎮沙咀中心 又看了 前兩天又看了 就是錦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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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鐵路 大家都說 以鐵路為一個賣點 鐵路為什麼 因為將來我們有大同人口 我們先走了 這個位置 我們就拿齊了所有的資料 如果有朋友想了解的 都方便的 來我們尖沙咀 我們帶你去那個單位裏面 我們都 顯示回來了 是的 示範單位去現場都看到了 這些這樣的 471尺夠不夠住 夠住吧 John 是吧 這些這樣的單位 我們帶了整個的 冬鐵 冬鐵圓線的發展 給大家的思維 就是看清楚 現在問 有兩個問題 就是現在還買 是否適合買樓的時間呢 現在未來 這麼大空 就是經濟這麼不明朗啊 會有加息啊 會有通脹啊 所以通脹才是要買物業 當你 如果你本身是做公務員的 當你本身的收入是不會受經濟影響的 你是在交租的 你一定要上車 情願是住小一點 不要住這麼大 從小開始住起 是吧 是吧 如果你未來的發展 你最近是北部都會區 或者你將來是深圳的創科人士 你也是在說 是搬近冬鐵圓線 帶動了你的上班下班 是吧 兩個思維 所以我們也是這樣說 因為我們對香港太熟了 我們也是這樣說 如果你說在香港來說 有些地方是過了頂的 有些地方市中心 已經是去到收割的階段 舊樓啊 彌均道啊 或者一些 我們叫做成熟的資產 要收割的 就要收割了去 再將舊資產重新去 未來五年十年的投資組合 重新去做一個 整理 很精確的安排 不是吧 一下子就過十年了 人生有多少個十年了 再沒有了 是不是 如果你說是 即是說未來我們是未來十年 我們可能會是上 國內的核心城市的 發展的 就更加要留意了 因為國內的核心城市 其實不單止你買 他們當地人都賣 所以他們那個升幅來講 廣州的樓價鞭皮都賣四五百萬 最基本是一五百 二手樓都四五百萬 你說香港現在都是三幾百萬四百萬 同銀碼 當然那個名積 當然要去國內的標準 香港的標準 香港二百車夠住 一千車夠住 因為現在沒有市場 你買這麼小 國內是沒有市場 沒有人跟你買 就是你國內買二百多呎的樓 是沒有人幫你接手 買回去 所以你一定要買回 我們等同當地的物業 它能夠認受到的 所以為什麼我們說 在國內 不要買公園 就是因為公園的面積太小 你買回來銀碼小 不是薄貨 未來你是沒有人幫你去承接你這間物業 一面積太小 也都沒有當地的需求 而我們香港面積小 因為我們香港普羅大 還是面積小 承受到這件事 就算我買了面積 我容易上車 下一個都要上車的 下一個都要一個階梯的 那你就上再大一點了 下一個又上你了 所以是非常不知 香港住宅的市場非常良好的 那個機制 所以來講 優質物業就不是這樣賣的了 優質物業講的一件事 如果有些朋友說 我想來香港買東西 或者怎麼樣的情況 優質物業就要投標的 很多時候來講 我們就知道一些 我們叫做發展商 收買一些叫做靚貨 它也都不想在市場上 被人知道買了不買了 那你就入標 入標來講 我們就帶你去看一些優質物業 去一個漂亮的 即這些貨我們都有 這些都有 全部都有 我們在整個一手裏面 大約90個藍盤 我們全部都有貨的 所以來講 大家都可以放心 這些我們叫做不同居販 那好像剛才那兩個新樓盤 大家去搶 大家去擁的 那當然就可以了 但是我們講的 大物業不是說去擁 專業性一點 大物業不是去擁的 不是羊來的 你說去就去 我們一定是有一些 大家一些我們叫做 實質的優勢 有些什麼 始終都是一種 人生裡面一個很大的 特別是一些初階的投資者 一定是很大的決定來的 是吧 特別是一些我們叫做 有能力的投資者 更加需要我們 因為為什麼來講呢 要專業的盤原 美好的盤原 專業的分析 幫你的資產更加去 在未來做多些 那我們來哪裏呢 就來我們下面那個欄那裏 有一個叫做 新東海109A 你可以讓我們 大家一杯茶 聊聊天 表解多些 好嗎 喜哥的影片 歡迎大家留言點 就是 是的 西福阿John 今天都幫我們籌備了這麼多資料 這個情況 那今天的時間又差不多了 過了 已經過了 OK 那我們就拜拜 下次再來和大家分享其他東西 謝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